今晚的不能不知道来看到港新吴孟达 因为肝癌而病逝 原本等待接受化疗 但是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医生指出了台湾罹患肝癌的高危险族群 大多是以B肝或是C肝的代源者 另外长期饮酒过量以及严重的脂肪肝 这些通通是危险因子之一 早期其实很多没有迹象 不过等到出现了右上腹疼痛 或者是有腹胀疲倦食欲不慎 甚至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的话 恐怕就已经是进入晚期阶段了 医生就建议有肝病的患者 最好每半年定期的追踪 击倒发现 击倒治疗 才不会成为肝癌的未爆弹 港新吴孟达因为肝癌病逝 原本等待接受化疗 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国内医师提醒肝脏病变 分为三阶段 先是发炎 肝硬化 最后变成肝癌 早期通常不会有明显感觉 等到症状陆续出现 恐怕为时已晚 肝病有非常多的药物 可以去治的 可是如果已经到了晚期 如果比如以肝癌来说 已经扩散出去 或者是已经导致你的肝功能 强烈的受伤 那在这个阶段 通常不会超过半年以上 医师指出 台湾罹患肝癌的高风险族群 还是以病毒性肝炎为主 大多为B肝或C肝代源者 另外长期饮酒过量 以及严重脂肪肝 也都是危险因子之一 如果出现右上腹疼痛 腹胀 疲倦 食欲不振 甚至有体重减轻 黄胆等症状 通通都是肝癌万奇症兆 更后期的时候 这些症状会越来越明显 那如果黄胆的程度 已经到了肉眼 都可以看到 他的皮肤变黄 或者尿尿变深 体重减轻已经在三个月 下降到5%以上的话 那这些症状就强烈的暗示 你有身体上的状况 医师强调肝病患者 如果又有饮酒习惯 罹患肝癌风险 致死率更高 最好每半年透过腹部超音波 定期追踪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再不会成为肝癌胃爆弹 接下来这番红线特别报道